欢迎收看有评有据看台湾 看数据看民意 看趋势看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时期 带您一起掌握台湾政坛的大小事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彰化县的卫生局 他们因为在实行所谓的精准筛检 结果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中央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决定要用正风处来调查他们 会不会有中央跟地方 不太合不同调这样子的疑虑 而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 也引发了政治上面的攻防 究竟谁说的比较有理呢 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 另外我们看到高雄市长的补选 结果已经出炉了 那么新的市长陈其迈在今天公布他的小内阁名单 完全符合他 轻轻轻这样子的形式风格 好首先赶快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温船会副主委黄梓哲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政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大数据专家是Solar Media的董事长王立杰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照例我们要请立杰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礼拜当中网友们最关心哪些话题 还有网友们的意见又是如何呈现的 好 这当中的话就是有三个主要的议题 那首先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上礼拜 其实最热门的议题当然就是高雄市长补选的部分 那高雄市长补选他已经不断往下掉了 因为选完了 选完了 结局出炉 是的那就是 没有意外 没有意外的陈其迈赢了大赢大概六十几万票 那其实这当中的话在上礼拜的话 其实他在更高的位置是被韩国瑜所带上来的 韩国瑜好厉害 是才一天而已就把它往上带了 但是也因为韩国瑜的失温了 它的效应消失了 所以它就不断往下掉了 就是有韩国瑜的时候冲到最高 然后韩国瑜站台完毕 咻就下来 咻就下去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二 国瑜养不能没有韩国瑜 加油 对等下可以跟大家说 到底要不要切割寒流这件事情 那再来的话就是瞬间往上冲的话 就是疫情现况的部分 那刚才十七姐有讲到就是 陈时中跟彰化县的卫生局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把他的动能 往上带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 那就是陈时中与他们就是彰化县的对抗 那在主要的话 其实讨论的议题就在阵风处的部分 那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调查 用阵风处来调查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讨论的动力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疫情现况 就是中央跟彰化之间的这一场战争 然后还在往上持续烧 今天的话还是持续的达到了十万个互动量 所以其实这当中的对打的部分 其实还是持续的有它一定的热度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 是的 因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子异题 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析这样子 好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武统的部分 虽然就有两个大一体 就是高中市长布宣跟疫情的部分 它一样就是维持了一定的能量 讨论能量 主要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台海关系的紧张的部分 是大家非常在意的 然后以及美中的对抗 其实也影响到了台海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持续的在关注这些事情 讲到武统 我们就不能忘了马英九呢 是的 首战集中战的事情 其实也是 所以他也 在引发了许多的讨论 所以马英九的发言 其实也都在这一块里面 是的 没错 然后有一定的热度 好的 而且中国一直说 今天就要来武统 就是飞机要在台湾的上空飞来飞去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今天也弄了一个影片 不好意思 我们的战力也很强 所以生命诚可贵 千万不要这个轻严的跑过来台湾上空飞来飞去 好 非常谢谢丽杰告诉我们这个礼拜 网友们关注的三大话题 的确我们看到从 包括今天 这个讨论量还在持续往上飙的 就是有关于疫情的部分 中央这个指挥中心跟彰化县的这个卫生局 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争议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延长好几天的 事件的背景是说 有一个少年美国返台的 他8月5号入境 他都没有症状 可是呢 他乖乖的在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的期间呢 彰化县的卫生局就说 我们要做检测 帮你做检测 你赶快到医院里面来 那结果呢 这个事情 在检验之后 发现他确诊了 那指挥中心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之前是没有症状的 而且他在居检 为什么又把他叫去做检验呢 然后所以这个争议就冒出来了 那陈时中就下令要请正丰单位调查 这几天的发展就是 中央有中央的说法 地方也有地方的说法 那叶燕博这个彰化的卫生局长 其实他前两天都没有露面出来说话 但是他今天露面 他最新的讲法是说 很正好台湾防疫做得很好 我个人啊 百分之百挺阿中部长 跟阿中部长常常电话联系 非常怀念上下一条新的感觉 希望国人不要忘记这一段回忆 然后就哽咽了 可是他有回答问题吗 好像没有 来 那陈时中的疑问是说 没有症状者不再公费裁检之列 个案没有症状 你如何能到医院进行裁检呢 居家检疫的体系出现漏洞 才请第三方正丰单位公正厘清 好所以这整个争议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剧情变化 浩宇你怎么样解读 其实两三天前那个网路声量或网路上的讨论 都会让我们突然觉得说 陈时中是不是真的要下神坛呢 因为有很多的媒体 有一些媒体可能一小时发六篇的也有啦 两小时发八篇的也有 就不断在攻击说 台湾的这个疫情是不是爆发了破口 甚至说陈时中隐匿疫情啊 甚至是很多一些中国 配合中国那边的大外宣 一直说台湾的防疫也没有那么厉害嘛 隐匿隐匿隐匿 一直说我们可能会爆发社区感染什么的 甚至是有引用一些专家的发言喔 那些新闻他不是说随便写 他可能上面某一个专家说 他的担忧是什么 或台湾内部会有多少可能隐藏的案例什么的 听起来好可怕 但是台湾事实上 有没有可能有这些隐藏案例 当然是有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零嘛 陈时中也说对啊 绝对不可能 没有人觉得是零 但是重点是其实 台湾持续每天都有几百个筛检量 持续地在进行的状况之下 确实就是没有在本土 发现这个阳性的个案啊 那这整个舆论事实上在这两天 其实对彰化的卫生局跟王惠美也好 或者对叶燕博来说 他们都是急转直下的 就是他们几乎是被骂到非常惨的 特别是昨天晚上 其实王惠美就发了一篇文章 你可以看一下底下留言喔 几百篇几千篇全部都在K他 真的啊 甚至是前两天 我们一开始是监测到 这个彰化在地的一些社群 比如说鹿港的社群 或彰化的社群 一开始都是挺王惠美的 可是在这两天之后呢 所有的舆论都导向支持陈时中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反而陈时中又回到了 他一个最高的一个讨论量 事实上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喔 这几个月其实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疫情的一个记者会 一开始不是都很多人看 对 最近其实都只有一千两千 直播的人数越来越少 几乎没有人关心的状态之下呢 这几天的量又突然飙起来了 所以陈时中他又把他的话语权 找出来了找回来了 甚至是他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他去阐述这些理念 然后告诉大家说真正危险的是 他在家里隔离是安全的啊 可是他跑出门了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慢慢陈时中 就让大家理解说 为什么要请第三方的阵风调查 特别是其实很多国外的研究 包含澳洲啊 或者包含在新加坡 德国的研究都发现说 只要到了8天到11天之后 其实传染力就降低了 也就是说台湾目前这个14天的 一个居家隔离的方式 跟纽西兰这两个国家 严格执行的状态之下 是全世界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 反倒是像日本香港这些 所谓的入境普筛的一些国家 反而造成了疫情 因为有一些就重放进出去喔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做对的 所以当然有外面很多声音 比如说有人要卖这个筛的 筛检的一些设备啊等等的 但是重点还是 如果现在的状况是OK的 然后我们确实国内的一些状况 也是稳定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立刻去改变这个状况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讨论 就是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疫情处理的还不错 那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下的令是说 14天的隔离期 就是你想要严守这14天 其实就可以比较能够确保 整个社区的安全性 好那可是这件事情的争议喔 后来这个大家一层一层拨开来 就觉得有很多的疑点啊 譬如说这个人这个对象 他其实是一个无症状 而且在居检中的人 为什么卫生局要把他叫去这个裁检 好那你叫去裁检了之后呢 医生有没有问诊 然后你在裁检的过程当中 你到底防护措施做的好不好 然后你是如何跟中央去通报说 我为什么要裁检这个人 那检验出来他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疑问 那可是在还没有厘清这些真相之前 我看到就是包括国民党的党中央 国民党立院党团 然后还有王惠美本人 王惠美就跑去这个 慰绕这些医护人员等等 就是说权力力挺彰化 权力力挺这个叶恩博 那可是会不会到最后 发现国民党发现说糟糕 原来中间有很多过程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然后就盲目立挺 反而造成国民党伤害 会吗 我想不会 就以我个人的立场 就还是继续盲挺 我也是力挺这个叶燕博 当然不会是盲挺 这个我们当然了解整个这个过程 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叶局长 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先从结果论 就是说陈罗文这个电视上所看到 他的确是找到了一位 从美国返台的一个少年 他是吴郑壮 居家检疫的时候被卫生局 给揪出来了 那也防堵了这个所谓的 防疫的缺口了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是 就是一个好学生 老师告诉他说 今天这个明天我们要 这个考试 你只要看前三章就好了 结果这个学生呢 很用功看第四章第五章 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结果现在老师要惩罚这个好学生 我觉得这有点奇怪 如果今天 反过来讲 叶燕博 他是因为没有按照 SOP少做了 防疫的哪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大家苛责他 还有点道理 他今天不是 曾如叶局长自己所说的 他说这件事情 彰化就是多做了一点 那当然如果他 如果做一个指挥官觉得说 我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 你不可以违背 不可以怎么样 可以这可以讨论 可是重点是叶局长 对于现在台湾在 对付新冠肺炎这件事情上 他也没有功劳 不要说他过去 在彰化局长 这个彰化县卫生局长的时候 比如说彰化县是第一个 规定医院一定要强制戴口罩 还有这个张时有一个个案 是白牌司机 大家还记得吗 当然人心惶惶 人家讲他过去攻击 但是我们现在是 focus在这个争议上 那这件事情上 没错啊 他的确也帮台湾找了一个 防抖一个缺口 很多人的理论是说 他其实是多做了一些 然后对台湾是一件好的事情 然后彰化其实是好学生 这个说法我要请公正第三者 这个小玉来 就是说 这个我保留 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已经有一条这一条轴线 我走这条路径 这个路径就是我的SOP 那其他县市如果想要多做一些 他就会变成走另外一条路径 那所以走另外一条路径 那所以是好学生 不是多做没有人说不可以 可是多做你也要遵守规定 现在就是居家隔离要14天 奇怪他第10天就上门去检验了 那你要多做 你为什么不能再多等4天 再去做检验也是可以 因为如果说你阳性的话 他其实也没差那4天 他还是会被检验出来是阳性 那这是第一个嘛 你没有在居家隔离14天当中 这个就是你 但你还是违反规定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不行啊 好那第二个啦 你就说 我是觉得来宁的朋友 也不用那么着急 好像一听到正风 然后说什么 就把他打成李文亮啊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最可笑 其实刚刚就有讲嘛 5天结果就会出来嘛 那如果说正风单位 如果今天是 就是说那个叶燕博 整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现在是不是 就先抓人家系 就直接把叶燕博 就说你是李文亮 你自己要先定他有罪嘛 我觉得蓝莹你如果说 有道理 这么去挺叶燕博的话 那你要对叶燕博有信心啊 搞不好正风就是还给他清白啊 有道理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正风给污名化呢 那回过头来就是说 叶燕博这次卫生局 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是事前通报跟事后上传 是不一样的 对 就说你要多做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事前通报 给这个1922给 给中央指挥中心 让他知道呢 那当然大家会回过头来说 那他也做了四个月了 那你中央不知道是不是 也会有点夸张 那更要夸张是说 那你卫生局你做了四个月 你竟然都不通报 不通报卫福部你在干什么 那刚刚一开始我们的 这个归宗名义就是说 防疫士同作战嘛 我们的中央指挥中心就是卫福部嘛 那如果说每个这个县市 都像彰化磁力一开的话 哇那彰化线每个人都做 哦我是好学生 我都要多做 就我每个人都做我自己的 那大家就每个人都变成彰化国就好啦 就有23种SOP了 对那你还要中央指挥中心干什么 所以我们就说没有人去苛责 就是说叶燕博或是彰化卫生局 他想要多做的一个美意 只是说现在我们的SOP就是摆在那 你就是居家检疫就是14天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要把他带出去要干嘛 你就通报 通报这14天之后通报 这样子把他带出去 我相信没有人会有疑意的啦 那我最后还是觉得说 你就让正锋去查 如果还给他清白 不要在这个还没有调查结果出来 就说人家是李文亮啦 我觉得蓝莉莉 你要对叶燕博有信心 博文特我要请教 你先教我教 你觉得政风单位是查什么 政风单位有一项指掌 是查说机关或是所属的个人 在作业上面有没有为师 行政为师 按照中华民国体制 谁查最好 谁查是最符合体制的 那就是监察院嘛 虽然民进党不要他了 可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就是做这个行政单位 公务人员你有行政为师 就是他们在查办的嘛 你要纠正也好 要谈何好 他是最大职权单位 怎么会让政风去查一个 跟一位他们没有 也没有本身的专业 就让政风去查 那你觉得监察院就有 原能贪污 监察院也没有工位的那个专业啊 对不对 监察院他的委员的成分 来自于各方各种专业都有 那所以说就从职责上来看 监察院也比较适合嘛 所以我坦白讲 你找政风那个是有点不能不累 所以找政风不适合 政风不可以查就对了 如果今天涉及贪赌 当然就找政风啊 好我告诉你为什么还要请政风 是因为他找了这个人跑去做筛检 而且看起来他一共筛了1400个人 而这1400个人 他们只付了360块 而所有的钱都是中央在买单 那用的这个中央的钱 并且由医院去登录说 我今天筛检了这些人 然后所以要跟中央申请这个 第二预备金 不是第二预备金 特别预算的这笔钱 但是 事实上这个人 他却不符合我们中央 必须付钱的标的 而且重点 谁担赌了 而且 所以政风查 对所以政风要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而且这个医院 医院如果去key in说 我今天筛了这个人 那可是 过程间 其实没有医生问诊 有没有涉及到 史公务员登载不实 或者是伪造文书 这个罪很重 这也是贪图吗 这是政风要查的 当然是贪图 因为他用的是中央的钱 要钱到谁的口袋去了 你用了中央的钱 然后去做你个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而且重点是呢 其实卫福部 根本不需要委托他们 所谓卫福部的政风 或相关的政风 他直接查就好 他是上级单位 我可以卫福部 直接下去查个卫生去医院 所以指责认为应该 卫福部直接查一下 如果他成立个专案小组 还比较有道理 我说真的 这样国民党更有东西骂就对 那监察院还是 独立行使职权的机关 所以卫福部 基本上他是说 因为我是你的上级机关 我自己下去查 会有疑意吗 我自己说你怎样 会有疑意 所以我跳开 我请一条边的政风 因为政风不管在哪一个机关 他都是一条边 他都不是陈时中管得到 所以他要请他们卫福部的政风 或其他的政风单位去查 下面去查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 他们自己求援兼裁判的状况 他就避免 黄齿哲接下来还有很多东西骂 好啦 那我们让公正单位查 所以国民党 我觉得应该跟小玉讲的一样 你就相信李文亮 李文亮 李文亮 对他叫李文亮 彰化版的李文亮 那所以你们要对他有信心啊 因为你们大家都全力力挺嘛 不过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历劫有整理了一个 网友对于这件事情 中央跟地方互相打架的这件事情 网友们的反应又是如何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彰化跟这个中央 互相为了到底 应不应该走这个中央的SOP 还是说可以像彰化一样 多做一点双方的说法 陈时中的讲法是说 是不是有民众自行去就医啊 裁剪没有症状的人 应该要由中央授权 可是看起来中央 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 还有彰化裁剪中央并不知情 那么彰化的说法是说 我都依照中央规定喔 而且我没有规定说不能裁剪啊 裁剪系统我都有记录 都有记录 但是说它有key in 电脑里面啦 就是说我今天塞了多少人 有多少个人来就医 然后这个检验的结果 几个症几个负这个样子 这两边说法不太一样 提供给大家 来但是在双方的说法之后呢 网路上面有很多这个彰化的线名 他们在拘检期间就被叫出去 做这个裁剪了 然后他们就纷纷拿出自己的这个经验 来告诉大家 譬如说有一个网友他就说 我开车一出门就有警察局打电话 我就说这是卫生所叫我去检查啊 然后警察局也说不要乱跑啦 去到回来也没有管制啦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被叫出去检 然后连被检者他自己都觉得怪怪的 然后7月份把卫生所又打电话给我 叫我去验血 这个爆料人就是说 他其实经过了三关 第一关是说叫你去做裁剪 就是去做那个鼻腔的那个检验 第二关其实是去照了那个X光的骗子 第三关是说好去验血 那所以他就胸中一大堆的问号 另外一个这个讲自身经历 他其实是8月9号 他就讲说他自己碰到的状况 其实是在这两天的争议发生之前 他说好卫生 彰化县的卫生局在他第三天 就叫他去进行武汉病毒的采研 第三天他不是应该在居家检疫吗 他应该是隔离起来的啊 怎么又被叫出去 所以这个人他在讲说 他回来的经验的时候 意外暴露了 你看吧 第三天就被人家卫生局叫出去了 在等候裁剪的过程中 收到警政单位的检讯说 你已经跑掉了 你已经跑掉了 这个我看看时间 刚好是我出门后的30分钟 也就是证明说其实彰化县的 不管是卫生局还有警政单位 之间的横向联系不是那么的一致 然后也证明了 你的确在人家居检的时候 他尽管没有症状 可是你还是把他叫出去 跑到医院去做检查 这件事情倒是 违反了中央所设定的SOP 当这些爆料者 越来越多的这种案例 被呈现出来之后 历劫这边有一份 网络上面他帮我们整理的 那现在网友们 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争议啊 好 那其实从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夏令要就是用正风处去调查的时候 其实网友的反应 其实是一面倒的 在8月18号的时候 都是非常反对的 达到了8成5的部分 是反对说正风处怎么可以去调查 这根本就是压坝政府 政治迫害 政治打压 政治迫害等等之类 比较情绪上面的字眼 一开始大家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对的 那支持的话其实只有9.84% 那在接下来可以看到说到8月20号的时候 其实开始风向大逆转了 整个翻过来 整个翻了 因为刚才还记得吗 就是支持的只有9点多% 现在变成了65% 所以那反对的话 其实只剩下了3点多% 所以这相续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大逆转的状态 那其实当中的话 其实刚才时期节有讲到 就是表态支持的其实增加了 那以及就是说中央跟地方 应该要同步才是对的 大家应该要遵守同样的SOP 以及说你怎么可以突然把大家 就在隔离的病人们 就是把他叫出来说 需要去检验 那再来还有就是说 应该要调查就是利害相关团体 就是到底谁才是相关的利益得利者 那再来的话就是其他的讨论的话 其实刚才有讲到 就是钱到底应该谁出啊 中央出地方出 那以及相关预算分配等等的 都在这边上面有讨论到 所以其实各种子议题 大家讨论度 都还算蛮热烈的 是的 而且因为这样子的事件 变成说 哇 底下原来有这么多的子议题 可以让大家来进行讨论 所以我觉得要建议指责了 就是说国民党 因为彰化是王惠美嘛 国民党指责 就是彰化是不是应该有必要 还包括这个叶彦博 他要跟社会做一个交代 讲清楚的地方包括说 第一你为什么没有通报中央 第二到底为什么 你做这个精准筛检的选择的对象 到底是如何筛检出来的 第三个是你的经费使用 到底是不是经过中央可以认可的 还有第四个我觉得 对于彰化宪明来说很重要 这个王惠美要做一个交代 就是说 好 那你彰化一共有多少个 在拘检期间被叫出去做检验的人 而他们的路径你有没有办法公布 他们在去医院之后 有没有顺路去买一下 这个香鸡排等等的 就是他有没有跑去溜达溜达 那溜达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跟其他的人的接触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都应该要 一个一个交代清楚 会对于彰化宪明的心情上面 比较安心吗 不是 我看起来大部分 这个时期刚刚的问题 彰化宪政府都有回复了 比如说你说通报的问题 事实上叶局长也提到了 事实上他们做完了 这些检测的结果都有登录了 那中央如果要查 马上就查得到 那我同意啦 就是说一方是觉得说 你应该要主动来通报 那我知道 那一方觉得说 我都有登录在系统里面 你要查谁知道 而且这一笔钱 这一笔钱 就是说是中央买单的 那你说 你说健保署会不晓得 这也很怪 而且这个时间不是一周两周 是已经长达 从4月到7月 这么久的时间 会不晓得 我在讲说 双方是不是沟通 有一些落差 我同意大家一致 叶燕博他 事实上他很谦卑的讲 他认为 他认为他跟陈时中 是站在同一线的 就防疫这件事情上 而且叶局长 他个人其实 政治色彩很低的啦 就之前民进党 这个当县长的时候 他也是维生局长 对 那他是他的专业嘛 所以我说真的 我就理性去看讨 这件事情 现在有人要开始 挖手 你的财产申报怎么样 查不到 不是因为他没报 查不到是因为 他的层级 是在地方政风单位 处理的财产申报 不是监察院 所以就 我觉得把 用其他议题把它模糊了 再来大家最关 最关键或最关心的 就是说 他这一些採检的时候 到底这些被检人 中间的过程 有没有疏失 这个大家关心 那我看了很多 包含刚刚萤幕上 秀出来的人 就基本上卫生局 因为他是卫生局 主动去询问 这个受检人说 你又愿不愿意 来检验嘛 来採检 所以卫生局一定是有掌握 然后呢 卫生局也要通报 这个应该也要通报 这个警察单位 还有医院 那所以这整个过程 我不敢说 1400多个案子 每一个都百分之百 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看起来 绝大多数的回应 都是说有 中间都有 还有来提醒我说 不可以跟人群接触 要戴口罩 不可以搭大众 交通捷运工具 因为这个是中央 颁布的准则 就是说 在居家检疫的人 能不能外出去就医 或救检 是可以的 有两种方式 一种你就是打防疫 計程车 从卫生局派人 把你接过去 一种你可以自行前往 那大家觉得说 自行前往 会不会有风险 这个可以讨论 可是我第一个 从现在的结果论来看 没有因此造成防疫破口 第二个 不仅没有防疫破口 我们还找到了一个 但是我们的运气 可能是防疫破口 对所以我坦白讲 即便退一万步讲 即便叶局长在这件事情上 有一些瑕疵 可是他帮台湾防疫的 这件事情上 做了这么大的功劳 找到一个有可能 他如果我们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美国这个少年 他出去了 大家不晓得 他是这个阳性的 那他也传染给别人 那不是造成台湾社会更大的 这个防疫的损失吗 所以我一直讲说 即便在某一些行政程序上 有些瑕疵 可是我认为他的功劳 绝对大过于他这一些瑕疵 更不用 我知道指责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一派理论是说 不管如何 彰化还是揪出了一个确诊的人 但是在过程间 因为我昨天有 这个访问一下陈时中 那他担心的问题是在于说 因为他们中央所收到的资料 你这个对象不是我们规定 必须裁剪的人 所以我 我以为你承报上来的所有人 都是应该我设定 要裁剪的那些对象 那所以当你这个案例一进来的时候 他会影响那个整个数据上面的准确度 就会影响我接下来防疫措施 防疫手段的这个施行的判断 说这个我觉得问题会比较大 那所以我觉得仍然是要回到说 那你有没有干扰了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 而不能说 我这样的话真的是好学生 我希望说老师规定的功课 我要多做十份 我拼命做功课 那如果你多做的功课的这些事情 反而回过头来干扰了疫情指挥中心 对于数据上面掌握的判断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可以讨论可以检讨的 对不对小玉 确实就是我们还是一直强调 你这个全部通都是事后在报的 包括就是说你这个报到中央指挥中心 然后包括你这个钱的预算都是事后 那你没有事前啊 所以代表说中央指挥中心还是不知情嘛 坦白讲你说那个案例 他说他在裁检的过程当中 警政单位还简讯提醒他 如果这是事前就知道的 警政单位就知道说 这个人要被卫生局 就是要离开要去筛检 所以可见有这个案例是 连警政单位都不知道 所以他会以为他是落袍的 搞不好他还要被罚款 对万一被罚款 那要算谁的账 那这钱要跟谁请啊是不是 是国民团要买单 还是叶燕博要买单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等于说彰化线卫生局 还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 他完全没有通报 今天我觉得说不要去导向说 好像叶燕博就是恶意啊 要恋财什么 没有人说他这件事 没有人 网路上看一下 多的喔 可能有一些网友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主旋律 说对你就是要A钱 没有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还是要导回正向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在防疫 你也不知道说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那所以中央指挥中心 如果让彰化线 这样子力开 觉得你都OK的话 那以后宜兰 屏东台中 全部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 那我们还要 中央指挥中心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就是说跟大家讲 就是中央指挥中心 现在不管你是滚动式的 修正或怎么样 现在的规定就是居家检疫 14天 然后大家都不要碰 那你要做什么 你14天以后你再去做 那另外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要事先通报指挥中心 我觉得这件事给我们的 这个大家的经验是这样 对 没错 就是说中央指挥中心 它其实对于居家检疫的规定 是蛮严格的 譬如说我有些朋友 他们在回国之后 他们也在做居检 然后呢 他就每天的垃圾都要自己包一包 然后赶快放到门口 然后门赶快关起来 就是他不能跟人接触 对 然后人家送便当来 就是放到门口 然后就会通知他说便当已经来了 然后他就要看没有人 我才能开门去领 把便当拿进来吃 也就是说其他县市的这些 隔离检疫的人 其实他们很守规矩 那可是彰化的确就是 另外走出了一条好学生之路 按照指责的说法 这件事情我觉得总是不好 因为它会让其他县市 陷入一个那怎么办 他多做一些是好学生 那我也要当好学生 我不管 我也要走我自己的路 这样就真的会有一些天下大乱 但是回过头来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回到政治面的影响 这个事情反而变成了 蓝跟绿两边互相攻防 可是防疫不是应该是一个专业的事 不是应该是一个科学的事情吗 可是我觉得政治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有些人想要得分 有些人就要防止失分 所以浩宇你怎么样看说 蓝绿两边的角色在这个事件当中 在这个争议事件当中 目前的胜负如何 其实这两三个礼拜 其实从徐永明的事件之后 是时代力量大扣分 然后等到这个高雄败选之后 其实网路上最热门的一个关键 就是叫4% 就是因为民众党只有4% 所以大家都在搜寻4% 所以对民众党很扣分 那国民党当然是选得很差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阶段 要去找到一个新的议题 他们想要在网路上炒热 所以前两三天才会一直不断的炒 这个普筛的议题 可是这个普筛的议题 到底能不能炒热 我觉得到刚刚就如同 我们后来看到的数字 其实整个风向大逆转 一开始其实确实操作很成功 大家都骂说一定是陈时中的问题 可是现在证实了说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这个跑出去的问题 我有朋友就陈时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平常都不能出去嘛 那天就趁机出去 那其他发生的事就不能说了 所以就没有管嘛 那因为平常出去的时候 他不只去医院 我不能说 但就是他平常就只能在家里嘛 悶坏了 那刚好在第7天第10天的时候 收到这个通知 当然好啊 如果可以去医院出出门当然好 因为从国外回来 悶在家里也很累嘛 所以就趁机出门了 那出门之后呢 反正警察有打电话给他 就说你为什么离开你的所在地 然后他就说 因为这个卫生局叫我去裁剪 警察就挂掉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一定是非常频繁的一个状况 就是有很多的人 他出门 基本上就是像放风一样 就每天关在里面 那至少有半天的时间 他可以去裁剪嘛 来回至少三个小时啊 那你能够确认说 他们有顺便去Seven交个钱吗 你可以确认说 去买个豆花 买个咖啡 手摇饮料 麦当劳得来素 这还比较好的 所以重点是 有天佑台湾啊 对所以这个中间 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 所以你把一个 本来已经在家里隔离 就算不发现这个个案 也几乎没有传染风险的人 你把他拉出来裁剪 这个才是制造风险啊 事实上没有人说这些 所以到最后你判断 国民党打这个议题 恐怕也未必可以得得了分 对我们目前看到的状况 其实国民党正在自伤啦 就像为什么现在武统 这个议题很热 就第三名也非常的热 是因为其实 最近有很多声音说 中共可能过几天 就要突然来打我们 可能明年的1月 可能三天内 就要把台湾解放啊等等 这些声音 但事实上 其实大家要想一件事 就是中共要 如果真的要攻打台湾 它必须一次成功嘛 它必须要首战及中战 它才能够把台湾统一啊 不然如果它第一次就打输了 它未来可能台湾就独立啦 所以这些所谓的准备是很多的 所以不是说想打就可以打 它可能有一些 部队的配置的移动啊 或一些武器的一些调配啊 这些都会在 我们台湾的雷达 或美军的雷达上 很清楚的展现 所以事实上 没有那么容易的 好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来看看 本周前20强政治人物 声量最大的 有哪些新进榜的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本周声量最强的 前20强政治人物 有哪些新进榜 是 今次都会判识 好的 这个阶段又要请立杰来跟我们做说明 好 那当然就是刚选完的高雄市长补选的部分 当然陈其麦里梅珍还有吴依珍这三个候选人 那当然就是一个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五名 那就是是打成一包的 那再来打成一包 包裹 是的 因为三个一定都一起被提及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赵天龄 还有黄杰的部分也是跟高雄市长补选的部分有关 而且黄杰有那个什么凤山清洁队的罢免 对 没错 所以这个等一下要请问一下浩宇 因为浩宇也是被罢的对象之一 你们桃园的罢免王浩宇的叫做 他们有口号两个 一个是岛屿天光 也叫罢王别姬 我觉得蛮有聪明的 我觉得罢王别姬比较好笑 好 那他因为第一阶段就是还在补剑 所以他就是再次的上榜了 那这个的话是因为他是总干事的部分 所以他上榜了 那再来就是刚才有讲到 就是彰化的卫生局的部分的话 就是两位 就一个陈时中一个是王惠美 那他们两个互相对打的状态 互相也都一起拉上榜了 那再来就是一个就是郑立军 郑立军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因为郑会中 就是破坏那个李登辉的追击会场 去波红基那个 对 那因为他之前打过 那个郑立军的耳光 所以说他被提及 所以被带上来了 要不然他都已经回家当家庭主妇了 对 他就顺便被带上来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高嘉瑜 然后还有林嘉隆的部分的话 也是再次的进房 那高嘉瑜就是因为他一直来都有 唱歌相关的事件 就一直在唱歌就对了 好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 要不要转行啊 当歌星去好了 林嘉隆的部分的话 那就是徐永明相关的事件的延续 因为三百万的疑运的部分就是有扯到林嘉隆 然后因此他再次的进房 好的 谢谢丽杰 那我们看到这礼拜其实还是一样啦 主要话题仍然是高雄市长的补选 还有这个台北中央这个指挥中心 跟彰化卫生局之间的这个纷争 不过因为我们看到陈其迈 李梅珍跟吴义正 这个高雄市长的补选刚结束啦 那下个礼拜一新的市长就要上任了 陈其迈在今天也公布他的小内阁 好啦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国民党变成讨论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到底韩国瑜 应不应该要跟这个国民党之间 有保持一些距离感 有距离比较有美感 因为开第一枪的是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 他说潮起潮落是应该告别寒流啦 这时候叶元芝就不高兴了 叶元芝讲话很酸喔 叶元芝就说哎呀人家是大立委 我是小议员啦 只会当网红发脸书讲插话 那巧新台北市议员就说 要比向网红叶元芝比较像更优于林维洲啦 那江启曾说争取更多支持 才是我们国民党的目标 前主席朱立伦说 国民党应该要把光谱不断的扩大 所以看起来 现任主席跟前主席是比较要往中间靠 感觉跟韩国瑜要保持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可是为了韩国瑜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很伤脑筋 今年为了韩国瑜已经连败三场了 连败了三场之后竟然还要讨论说 那我们跟韩国瑜到底要维持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要不要跟他说拜拜呢 所以怎么办指责这件事情 到底现在党内有讨论吗 没有这根本就不需要讨论 坦白讲这个林维洲委员讲告别是有比较沉重的一点 因为毕竟韩市长他个人还有一些韩粉 或者说过去在18年也因为韩流也让我们在县市首长大胜 那韩市长即便被罢了 那你说他现在有没有他的支持者 有 还是有嘛 我说这个是不互斥的 假设我们要他的支持者会排斥到其他的 那这件事就有讨论余地 在对我而言 我认为这没有互斥的 我们今天需要韩流 我们也需要比如说侯友宜的侯流好了 也需要江流 朱流 但是不要弥留 对国民党而言要努力扩大我们的支持群众 不是吗 所以说当然我觉得这有点插枪走火 我坦白讲这几个都是好朋友 我跟林维洲委员也很熟 但他隔天事实上他就修正他的说法 他说我们国民党不应该只有单一的力量 要需要多元的支持 那这样就合理了 所以我会说尤其是在高博市长选后 对于韩市长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发言 如果很容易插枪走火 很容易被人家见缝插针 那对于国民党而言 我刚刚就讲没有何谓告别的问题 如果谁能得到民意更多的支持 那是国民党急需要的力量 那韩市我就说韩市长 就是说即便他被罢免了 他背后的那股力量 难道国民党就要划清 说不要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假议题 真的吗 有点插枪走火 可是我会觉得当韩国瑜一出现的时候 的确有一些蓝军的支持者 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再持续支持的 他们就会离开了 所以你刚刚讲的说他们没有互斥 我觉得其实从高雄市的这个 补选的民调上面看起来 是有一群蓝军因为韩国瑜的因素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支持国民党 所以某种程度是有一些重叠 而且有一些是护士 那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有点不值得啦 就是为了韩国瑜一个人 不但要承受好几次的败选 然后还要承受我们党内在吵架 那到底怎么办 现在的国民党要怎么走下去 到底要如何面对韩国瑜的因素 小玉 因为韩国瑜到后来 就是那个韩流就是有点被 就是说比较代表的名词 是比较激进化 然后甚至比较空洞化 对 草包化 那就是韩国瑜就是被罢免下台之后 我知道就是说党内有小部分 不能说绝大多数 有小部分的这个蓝军的朋友 还担心韩国瑜会回来 会当党主席的位子 他就是政治这些人不客气的讲说 那就是会劣币驱逐良币 可能会发生刚刚时期所说的一些状况 那为什么 就是这些人就会觉得说 韩国瑜的这些 你去看嘛 就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们还有在官司中 有的韩粉就是攻击你 就不知道祝你全家死的这种的 就是在你脸书上不客气的留言 就非常的激进 就是你完全不能挑战他 挑战他就是揍你全家这样子 那你看包括为什么 很多人会跟韩国瑜翻脸 像光琴姐还帮他出了一本书 为什么就是这样 就是韩国瑜是完全完全不能挑战的 这个挑战他就非常的激进 那另外就是说韩国瑜他带给国民党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寒流 可是他的言语非常的空洞 那以最著名的例子 他这次帮李梅珍 你从头到尾的造势场合 你现在回想起来 他帮李梅珍就塑造了什么 就大家只记得了一个呃旦 那你看他帮柯志恩这么有质感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后来大家只剩下美白小腿 就变成是说韩国瑜他到底的这个言语 除了就是说好笑 吸睛 标题 那他到底帮我们大家想 你到现在我唯一 祸出去人进来 高雄发大财是这样吗 你不跟只记小腿吗 不是啊那你只想到爱情摩天轮 太平岛挖石油 你现在想到都是一些那种天马行空 然后就是毫无意 那最后你只剩下陆瓶什么水供 灯亮水供应 对大概就只剩下这样 那我想说这是国民党要的吗 国民党要激进化你要空洞化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希望说 那告别寒流 那就是说就是说告别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激进空洞 我觉得这样一个趋势 那怎么告别法 我这个是告别法 叶芝说 叶芝开除他的党籍还是什么 不是 我说这是假议题吗 如果他没有办法成为 叶芝说叶芝告别是 没有我觉得国民党你要勇敢的话 你李梅珍 你有种你就不要找韩国瑜来 对 就你就是不要 因为你韩国瑜已经是被罢免了嘛 那你看你到最后国民党 还去千求万求 你来站台啊什么什么的 你到最后还是去求韩国瑜 你这个就是无法摆脱 韩国瑜寒流的一个包袱嘛 我会觉得国民党蛮大的一个悲哀啦 立姐要提供大家就是说 那在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 是如何看待韩国瑜现象 然后究竟韩国瑜跟国民党之间 未来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好 那其实在就是切割韩流这件事情 我们以整个蓝银的支持者反应来看的话 其实立即揭割根本就是没有人在讲的 基本就是处于零% 那再来的话 坚定的支持韩国瑜的部分的话 其实占了74% 其实大家还是没有想要到 改名叫国瑜党就好了啊 对不对 国瑜党 对啊你看七一几八耶 对大家其实还是会就是 进行一个保留的态度啊 因为毕竟韩流在整个 国民党的声量其实占的是非常的大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怪 就韩市长他是国民党 一个从政党员 那他还有他自己的支持者 那你这个题目说 你要不要切割他 我会说如果今天这个题目换成是我 请问要不要国民党要不要跟黄哲哲切割 我应该也没有 应该这个没有人会支持嘛 对不对 我觉得啦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图 其实提供给国民党思考的是说 要不要跟韩国瑜逐渐的 让他慢慢淡出来 就不能到最后我仍然 我还是要仰赖韩国瑜 我还是要仰赖韩国瑜 以及他带来的那群支持者 我觉得如果一再的仰赖他们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就真的会越走越小 到最后变成国瑜党 不过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看到这样子的国民党支持者的这些反应 民进党是不是会很开心 哇那永远都有韩国瑜 反正在国民党里面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 那民进党也就不用进步了 是这样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讲到说到底国民党跟韩国瑜之间要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 那看起来国民党支持者是还没有办法离开韩国瑜的 对民进党来说是不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状况 那其实我们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其实都一直要检讨改进 可是一直遇到的状况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一些在野党表现真的是不如预期 比如说时代力量好不容易算监督里面算比较好的 可是就会自爆 比如说先是这个徐永明的案子 然后昨天又出一个林书豪的一个贴文被骂爆 然后我们看到民众党呢 网路上声量很大 实际上选出来没什么票 你怎么知道人家有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是现在到底是谁 是蔡壁如吗我也不知道 然后重点是其实国民党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说 跟韩国瑜在一起 他们没有办法拿到中间选民跟年轻人的票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给民进党很大的一个空间 去开发选票 可是这对政治来说并不健康 对如果我们表现的没有真的那么好 或者未来我们在一些事情上 也没有办法符合民众的期待 是不是这些政党都不行 会不会有新的势力跑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持续注意的 那指责你们有没有听说 那韩国瑜的下一步呢 韩市长啊 对对对 可不可以拜托他不要再选党主席了 没有第一个选党主席是他的权利 但我不晓得他要不要选 但是他作为一个从政同志 他当然而且他之前也选过嘛 那我觉得刚才大家讨论就 寒流不寒流事情 我觉得坦白政治是现实的 假设你能取得主流的民意 你这个流就会起来嘛 假设没有缺乏民意支持 你硬要去撑也撑不起来 所以我才会说这是假议题 这是会自然形成的 好 我这个 我刚刚本来讲插嘴 可是我觉得今天 这个跟黄梓泽对话太多 不好意思 好的来看一下 本日最发烧的几条新闻 第一个室母断头案 二审认定吸毒无辨识能力改判无罪 我们只要看这一条就好了 交给念法律的邱小玉 因为这个太夸张了 法官就认为说 因为他当时吸毒 所以呢他就被释放了 然后就交给桃园的卫生局 所以这个 所以等一下问一下浩宇 那所以桃园卫生局现在被烫手伤 因为我的妈呀 那这个就无罪耶 我们先说明一下 因为它发生在我的选区 然后那个社区 当时那个头掉下来的时候 在地上滚 那个很多伯妈妈在中庭都看到 所以基本上大家其实非常恐慌 然后还好 还好昨天目前听到最新的状况 是他因为有另外的案子 所以暂时 55天拘役 还是在这个桃园的监狱 所以暂时不会出来 可是55天之后卫生局怎么办 还是会出来 所以卫生局的部分 我们是要求说 那该安置就先安置 就是是不是到 比如说桃园疗养院 或到一些相关的机构 去评估他的精神状况 如果精神状况各方面是不允许的 那基本上就不会让他出来 不然其实说实在放回中立 我们中立人大家都很恐慌 那小玉念法律的 请问这个案子到底 怎么会这么离谱 他会不会给大家一个错觉 就是说好啊 那我以后只要做坏事的话 我就吸个毒啊 反正我吸毒可以脱罪 这两个层面啊 第一个法律的层面 今天包括了这个法务部长蔡清祥 都已经出来说了 他认为这个判决是有问题的 法官是错误引用法条第19条 那但是也就是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如果各位观众都以为说 那以后我想要做坏事 我去吸毒 我去这个喝醉酒 那我就是一个无什么精神状态 有问题的 那去做就可以无罪 不是这样的 因为法律还是会去掺濁 你是不是这个因跟果 你是不是这个是真的 你是说你在行为的当下 你是一个这个无意识判断的 还是说你故意去喝醉酒 去吸毒去做这件事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因果关系 这个等于但是蔡清祥已经认为了 说这个会让 确实会让社会的人 会误以为会这样子做 是无罪的 但是还是要跟各位观众讲说 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啦 就是不要做外事也不要吸毒好吗 第二个就是讲到说 刚刚这个浩宇有讲的 是不是要择负卫生局 这个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因为法官你已经认为 他是无罪 而且是无在犯之余 你其实是不能够择负 因为择负是强制处分的一种啦 你怎么会把他 这个交付保护管束类似这样 因为你是判他无罪嘛 所以他就应该变自由人才对 你连卫生局都不用那个啊 你择负就是一个 一个强制处分的一种 这是非常奇怪的 那第二个就是刚讲桃园卫生局 因为桃园卫生局 你不是疗养院 也不是精神病院 你没有专业的人员 你没有介护的能力 甚至你没有融流的场所 你怎么可以让这个人 去叫他交付卫生局 卫生局业务也很多好不好 他又要防疫 然后他也没办法 24小时看着这个人啊 所以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 交给卫生局 你得把烫手相遇交给他了 那他出来 会不会有再犯的一个困扰 我觉得卫生局不应该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